中秋国庆假期已经到了尾声 这个假期你是否尽情放飞自我 是否出现了身心疲惫 头昏脑胀 无心工作等症状 这或许表明你已患上劫后综合症 面对即将结束的假期 让我们听听大家都怎么说 起不来 想一直睡 我觉得很难再从这个休息的 这个这个氛围流的回复过来 感觉这要再喝两三杯红牛 才可以完全恢复过来 开始上课比较害怕的还是 马上上课之后就要进行音乐演讲 很焦虑 因为上课就要开始考试 节假期期间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也好 运动还有这个生理的节律改变之后 可能会带来的这个 对于工作这个新节奏的 一个不适应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在节前 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比较紧张的 是吧 那么节后我们可能比如说会睡个懒觉啊 或者跟朋友聚会啊 可能去可能玩得比较晚啊 睡得比较晚这些 把你的节目一切打乱了 那这肯定会让你非常的痛苦 初期秀的加油干嘛 希望做个好一点 希望可以多赚点钱 假期把一些要考的东西 都好好地复习了一下 然后就是以一个更好的心态 去延级考试然后延级开学吧 假期就是经常出去玩 觉得有点点的罪恶感 所以打算这个假期结束以后 就尽量少去玩好好学习吧 如果说我的工作允许我先可以 就是说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 我能够去安排我的工作节奏 工作量的话 可能我头一两天 可能让我的节奏和那个量 可能不会那么强那么大 是吧 但是就怕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上班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那这时候我简单还是就是说 要从截止期间要提前做准备 应该是有长胖我觉得 吃的这么说油分比较大吧 胖的肯定会胖的 没有长胖因为我一直在 我规律运动所以还好 但是确实吃了很多好东西 海鲜大餐这种 人家孩子特别喜欢吃这种 然后就吃了好几顿 不是每逢佳节胖三斤 而是要什么 每逢佳节减三斤 那你要说我们平时没有时间运动 我们截着刻意时间 可以去少吃 可以去多动 应该多运动运动 但是到时候看吧 晚饭可能会少吃一些 开学就少吃点吧 学校最大的饭也不咋好吃 现在也到了贴球标的时候了 贴点标 抗寒 最好是我建议大家在什么 能够在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 在阳光下户外坚持去 有氧锻炼是比较好的 如果我们节日期坚持的 比较多的话 那么我们不一定要在节后 把晚餐的量减下来 然后早点睡觉 早点起床 期待明年的你 早点到来 我还是很想念你的 希望你可以常常来看我们 假期如果你在传言你的话 我就能回家了 十一假期 明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